一月节前六天,耶稣到了伯达尼,就是耶稣使拉萨路从死者中复活的地方。 有人在那里为耶稣摆设了晚宴。 马尔大在旁伺候,拉萨路也是和耶稣一同用饭的一位。 那时,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纯正的甘松香叶来赴耶稣的脚, 又用他的头发擦干,屋里顿时充满了香气。 他的门徒之一,就是要出卖他的伊斯加列人尤达斯说, 为什么不把这香叶去卖三百块银钱来周寄穷人呢? 他说这话,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, 只因为他原来是个贼,掌管钱张,常盗用公款。 耶稣就说,由他吧,这香叶原是他留下来, 为我安葬之日用的。 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, 至于我,你们却不常有。 有许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,就来了。 不但是为了耶稣, 也是为看他从死者中所复活的拉萨路。 因此,司机长决定连拉萨路也要杀掉,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萨路的缘故离开他们, 而信从了耶稣。 基督的福音,基督我们赞美你。 好,请坐。 刚才你们听到我读的什么吗? 听到了。 刚才听的故事,发生在什么时候? 谁告诉我? 耶稣死后复活的时候。 耶稣死后复活的时候。 这个早就期待着复活了,还得等几天, 今天还没到。 还有人说吗? 谁告诉我,发生在什么时候? 耶稣受难前六天, 一月节前六天, 正好是今天,对不对? 前六天,再过六天就是复活节了。 然后,更准确地说, 当时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什么场景? 他们是不是, 当时他们在做什么呀? 在打麻将是不是? 不是,是在做什么? 正吃饭。 耶稣去他的朋友家吃饭。 耶稣是天主,对不对? 他也是人,是不是? 是。 他是不是也需要吃饭呀? 是。 就像我需要吃饭吗? 需要。 有人说神父不是人。 是。 是不是啊? 是。 我也需要吃饭。 刚才你们来得早看到我在这里吃饭。 我很高兴, 今天的这个福音就是, 耶稣到他的朋友家去吃饭。 他们准备了韭菜招待耶稣。 因为他们觉得, 哇,好荣幸。 耶稣到我们家来了。 哎,这几个人是谁呀? 我说耶稣的朋友都是谁呀? 你们有没有听到? 有。 有,叫什么名字? 有一个叫, 马尔大, 还有一个叫, 叫伯达尼。 伯达尼是那个地方, 你说对了。 伯达尼是那个村, 就像信安村, 周子浩, 那个是名字, 然后那个村叫伯达尼, 然后那几个人, 一个叫马尔大, 另外一个叫什么? 还有叫什么? 拉萨鲁, 拉萨鲁, 对, 两个了, 还有一个。 他们姊妹三个, 另外一个叫什么? 玛利亚, 姊妹三个, 他们招待耶稣。 耶稣去他们家吃饭。 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, 几天以前, 拉萨鲁死了。 等他病了, 病得很厉害, 他的姐姐妹妹就说, 快找我们的朋友, 快去通知耶稣。 那时候有没有电话, 两千年以前? 没有。 没有, 他们怎么办呀? 就找一个人, 你快去报信, 耶稣在那个省, 在离这很远, 好几百公里, 他怎么去呀? 是不是开汽车去的? 跑啦! 跑着去, 或者骑驢, 骑马去的, 对不对? 他走了好几天, 找到耶稣。 到那以后, 你们知道耶稣说什么吗? 他们说, 你所爱的人病了, 因为是他的好朋友, 你所爱的人病了, 耶稣说什么呀? 不是, 你从哪儿学的? 耶稣说, 没关系, 晚几天没事, 送信的人怎么想? 还有, 他的家人们怎么想? 叫耶稣, 耶稣不来, 耶稣说没事, 越来呼吸越急促, 到后来越来越没有力气, 一点饭也不吃了, 几天以后最后, 死了, 断气了, 他们难过不难过呀? 难过, 等死了, 耶稣来了, 你们说晚了没有? 晚了, 结果耶稣来了, 大家听说都去村口迎接耶稣, 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一大群人进村的时候, 大家出来迎接他, 死了, 死了, 耶稣说他在哪儿? 他们说, 已经埋了, 埋了已经四天了, 耶稣说我去看看, 不要都臭了, 耶稣说不, 我去, 到那以后耶稣说, 他埋的不是地下, 是一个山洞, 把人放进去, 用布都把它包了起来, 包得紧紧的, 如果包得很紧紧的, 不是说怕它跑掉, 而是怕它烂掉, 在身上放上洗澡以后, 放上药, 用布缠住, 那样那个药都在身上, 对不对呀? 它就不会腐烂, 所以把它放在那里, 然后就用一块大石头挡住了这个门口, 这个洞口, 等耶稣来了, 耶稣说, 你们把石头滚开, 哇, 来了好几个人, 他们就抬那个石头抬走了, 耶稣就站在这个洞, 山洞面前, 他就举起手来说, 父啊, 现在你要听我的祈祷, 我要求你为了我的朋友, 这么多人都在看着, 看你是不是听我, 我知道你是全能的, 你什么都可以, 好, 感谢你, 然后说, 拉萨路出来吧, 拉萨路就起来了, 你说很奇怪, 起来了他不能动, 因为绑着他呢, 胳膊腿都用布绑着, 好来耶稣说, 把他解开, 他们就解开, 他就活了, 今天我们读的福音是, 他刚刚复活起来, 耶稣在他们家吃饭, 所以很多人都来了, 他们要看看, 一个是看耶稣, 再一个还看什么呀, 看拉萨路, 对吧, 看看是真活了吗, 跟以前一样吗, 结果来了很多人, 就在吃饭的时候, 发生了这件事情, 什么事呢, 当时, 他的妹妹, 拉萨路的妹妹叫玛利亚, 就拿了自己用的, 非常高贵的, 很多钱买的, 一瓶香水, 就拿了一整瓶, 你们的妈妈们用香水, 是不是, 一用就一瓶, 不是, 用一点点, 是不是, 结果, 你们说他大方不大方呀, 那是非常贵的, 可能这一瓶要用好多年, 会节省着用, 结果他就都倒在了耶稣的身上, 脚上, 哇, 他爱不爱耶稣啊, 结果倒完之后呢, 有人就说话了, 那个人说, 啊, 太浪费了吧, 那值得吗, 那不然把这些香水卖了, 可以给穷人用, 那不更好吗, 然后耶稣说什么, 耶稣说, 你们常有穷人在你们当中, 可以经常帮助他们, 我, 这是最后一次, 我要死了, 在我身上, 他在倒香水, 就像倒那些香料, 保持不腐烂, 后来耶稣说, 以后你们福音传到哪里, 都要讲这件事, 今天两千年了, 我们还在讲这件事, 对吗, 对, 好, 在这里, 我请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, 在这里有两个人, 别的我们不说, 有两个人, 除了耶稣, 有一个好人特别好, 有一个坏人特别坏, 那么你们告诉我, 那个好人是谁, 坏人是谁, 对, 坏人是出卖耶稣的优达斯, 那个好人呢, 玛利亚, 正确, 两个答案都很正确, 玛利亚, 什么都, 为了爱耶稣, 什么都, 给耶稣, 把最好的都给耶稣, 对吗, 他不但擦了香水, 而且呢, 用自己的头发, 把那些擦干, 屋里就整个的充满了香气, 这个屋里, 哇, 他爱耶稣, 如果耶稣跟他要别的, 他会不会还给呀, 肯定会, 这是最好的, 他为耶稣什么都不保留, 他那么爱耶稣, 你们想, 你们愿意爱耶稣吗, 愿意爱耶稣, 你们想一想, 给耶稣点什么呀, 你们今天晚上没有看电视, 没有玩游戏, 对吗, 对, 你们来到这里, 你们说耶稣喜欢吗, 喜欢, 喜欢, 非常喜欢, 耶稣看到你们, 在这儿, 当时我说, 正吃饭的时候, 现在每一次弥撒是, 耶稣让我们吃饭, 耶稣喂养我们, 对不对啊, 对, 你们长大了以后, 孩子们, 你们要领圣体, 耶稣要进到我们心里, 耶稣要我们长大, 耶稣要我们康复, 如果我们有病, 我们软弱, 耶稣会治好我们, 所以你们把你们的时间给耶稣, 另外, 耶稣说, 你们当中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, 当我们帮助身边的, 有需要的人的时候, 那就是再把香水倒在耶稣脚上, 因为我们每个人是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, 对不对啊, 耶稣是头, 我们是他的脚, 当你爱一个别的孩子, 爱一个别的穷人的时候, 耶稣很喜欢, 就像把香水倒在耶稣脚上, 今天你们不可能把香水倒在耶稣脚上, 对不对啊, 对啊, 但是当你们照顾别人的时候, 帮助别人的时候, 帮父母做家务, 帮爷爷奶奶洗脚, 帮他们洗衣服的时候, 那是不是就像玛利亚把香水倒在耶稣身上呀, 对, 耶稣很高兴, 另外, 那个坏人, 我们看一下, 是谁了, 犹达斯, 他为什么坏, 哪坏啊, 因为他以前是个贼, 以前是个贼, 他偷了什么呀, 偷金钱, 偷了金子, 偷了钱, 他很贪财, 你们说对了, 对不对啊, 平常会偷一些钱, 然后呢, 今天他一看到花那么多钱, 我不要, 你如果卖了多好, 卖了, 交给我们, 那犹达斯会拿着这些钱, 对吗, 他自己会更方便, 所以呢, 他是个贼, 你们说贪财好不好呀, 不好, 当我们贪财的时候, 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, 你愿意给他钱吗, 愿意, 如果你有爱心, 你会给他, 如果你没有爱心, 你很爱钱, 他有需要, 你也不会给他, 因为你觉得这个钱很好, 对吗, 是, 所以呢, 犹达斯不好, 是因为他爱钱, 而且还有一个毛病, 大人们, 你们可以反省在这儿, 我想孩子们可能看不到, 犹达斯的另一个毛病是什么, 你们想一想, 除了贪财, 现在还不是, 还不是出卖耶稣, 我想让你们说的, 他批评别人, 而且当着耶稣批评, 耶稣在这儿, 他就说, 哎呀, 你看他做的这个多不好呀, 而且还没起名誉, 找个理由, 行了爱德多好, 你看你做的这个, 这不是浪费吗, 行点爱德, 你一听, 官面堂皇, 挺好, 他更热心, 比你还热心, 你看行点爱德, 多好, 人家穷人有需要, 你不去给穷人, 你给了耶稣这儿, 浪费, 我们有的时候批评别人的时候, 也是, 找一些理由, 似是而非, 去年, 相当于远礼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